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礼貌 你干什么事你为别人想想 你说我说这句话 他高兴不高兴 要换到我身上高兴不高兴 老祖宗他们有很多关于礼貌的话 我们说礼仪的养成是君子的美德 上中贵和是中华文化教育的精髓 我们这个民族干什么事不偏不倚 干什么事情何为贵 整个宇宙乃至宇宙的万物 都包含着不同因素的和谐的整体 大家都和谐 是吧 你看这表走道刚刚刚刚刚 想宇宙万事万物 日月星辰 它都有规矩 有规矩 咱们就能够把生活做好 把社会做和谐 那你说礼貌重要不重要呢 礼貌非常重要 我爷爷八十多岁 非常有礼貌 这么一个山东老头 个高 一米八五的个 这个老头一辈子讲礼貌 所以他跟我说 他说你记住了 你送人的时候 一定要往前走 让人家走 你别动 是吧 等到人家一走 你就挥手 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人看不见了 你再把手拿下来 再转身 那老头八二多岁 说当我爷爷去世很多年了 但是他这个一句话 我受用一辈子 是吧 这就是什么 就是礼术 是吧 什么是礼术 礼貌是为做大事 做准备的小事 所以呢 大家看弟子归这本书 就是教这些小孩 怎么有礼貌 这上面有人画 叫兄道友弟道姑 你看啊 这个学生回家 兄弟两个 姐妹两个 打打闹闹 争诗争书 这不行 是吧 哥哥要让着弟弟 弟弟呢 要敬着哥哥 是吧 家里做好了饭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着 做好了饭放在那 那孩子 没礼貌的 爸爸妈妈还没坐下 上去哗哗吃了 是吧 这个不行 这咱们从小 爸爸妈妈都教 你看 弟子归里有这么一句话 叫长者先 幼者后 是吧 什么时候吃 年岁大的 先动筷子 年岁 这个小的 当孙子辈的 儿子辈的 把这筷子放在这 不能动 等着爷爷奶奶先动 现在咱们都教管孩子 孩子吃你还高兴呢 不行 为什么呢 你是为他好 你得要教育他 是吧 你看我们小时候吃饭 都在自己家门口 吃那一点点 你看现在那些 儿子辈儿 孙子辈儿 是吧 有五块肉 都叼光了 你就当爹妈的 一笑 可是你这一笑 换事了 这孩子没教育 是吧 上车的时候 起来让个坐 长者力 又无作 这是咱们老祖宗说的话 长者力 又无作 你看我今年五十了 我爸八十 我爸坐在那 我不敢坐 是吧 我得站着 然后一般你回家 爸说你坐吧 坐吧 我爸坐在那 我不敢躺着 是吧 我要在屋里躺着 我爸一进屋 赶紧坐起来 尊重老人 可是你看现在那些孙子辈儿的 是吧 横躺梳卧 在他爷爷面前 好不好呢 不是好事 也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无所谓 不用讲这个礼貌 不是 这个孩子将来培养出来 他懂的这些小礼貌非常好 你看 还有 鹿玉掌 急驱寂 过游带 百步鱼 道上遇到长辈 赶快进了礼 我们要是有个儿子 咱不会教育儿子 该教育孙子了 是吧 有个儿子 有个孙子 把这些小道理给他讲一下 你看这是弟子归里的话 咱们一句一句地给大家讲两句 人们常说 读书使人灵敌 除读书外 真正的礼貌 还来源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 弟子归是怎样说的呢 父母乎行物缓 父母命行无懒 我是当警察出身 我刚当警察的时候在公安部 那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武警 都是小兵 养得好习惯 大为 到 练出来了 人家一说话马上一秒钟不到 接着就说大为到 养成好习惯 有什么指示 你要干点什么 马上把这话接上来 你说这不是个好孩子吗 是吧 谁不喜欢这样的孩子 是吧 所以我们说 爸爸妈妈要是喊 要让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知道 马上回答 倒不一定说到 爸爸妈妈一喊说 诶 赶快答应 我来了 你看 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的招 是吧 再有一个 东则温 夏则清 陈则省 荤则定 出必告 反对命 这是老祖宗的好的招 早晨起来 孩子一起来 爸妈妈 爷爷奶奶 早晨好 我要上学去了 这说这么一句话 是吧 晚上一回来 说爸妈妈 我回来了 临睡觉的时候 爸妈妈做个好梦 有什么要让我帮着干的 是吧 晚上去说两句话 诶 你看 这都是小事 但是这些小事都是为做大事 准备的小事 诶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孩子 教育成这样 你看现在韩国 日本 是吧 人家那孩子一回来都说 我回来了 那是咱老祖宗的一句话 韩国人学会了 日本人学会了 咱们没学过 还有 对父母的行为 亲友记药先尝 昼夜带 不离床 说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 要去陪一陪 是吧 夜里头 爸爸真发烧了 起来穿好棉袄 说 爸 我陪你到医院里去看看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 说 我爸给你灌个热水袋吧 给你弄点水吧 你说咱家的孩子 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的童谣 叫听到呼唤 快回答 早安晚安回来 父母有病要陪同 送药问候带期茶 把这些事情 给爸爸妈妈做好 这都是咱们老祖宗 给咱们准备了 这么多好的东西 这样的孩子 培养出来是个什么 是个好孩子 人见人爱 你看我们公安大学 是吧 公安大学这些学生 我一看我就喜欢 长得漂亮 那小男孩啊 那小脸跟小姑娘 你一喊齐力 站起来一米八五的大哥 但是这些孩子 就是有礼貌 一看到你 老师敬个礼 给你让一下 停一停 让老师先走 他跟一般的大学生不一样 是吧 这些个孩子 我想将来到了工作岗位上 一等一的好孩子 我们说孩子从小 把他培养成个好孩子 弟子归书中圣人的经典语录 教化育人几千年 王大伟教授 下面谈到的这个五岁的小姑娘 在病房里 为什么强忍着疼痛 不肯哭出来呢 这儿有这么一个故事 叫病房里的感动 什么事呢 一个小姑娘五岁 两条腿齐刷刷的 出去滑冰 把两条腿给摔舌了 两条腿摔舌了 在病房里躺着 结果这医院里挺满的 结果就弄了个观察室 这个观察室里也有叔叔 也有老爷爷 也有阿姨这一屋子人 在这里 这个小朋友五岁 他妈妈陪着他 这个孩子五岁 他没有自控能力 他就跟他妈说 他说妈呀 我太疼了 我想哭 这个孩子很有礼貌 他哭他不敢哭 因为这一屋子 都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他妈说不行啊 咱不能哭 人家都是病人 咱一哭啊 这个不合适 那他女儿说 我太疼了 怎么办呢 他妈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他妈就抚摸着这个孩子 给他讲这个故事 讲个小白兔啊 讲个那个行善的故事 讲着讲着 孩子疼啊 稍微好了一点 稍微好了一点 孩子呢 就跟妈妈说 说那我能睡会儿吧 你睡会儿吧 睡着睡着 孩子又疼了 又起来 这时候是什么时候了 半夜 十来点钟了 又跟妈说 说我还是想哭 我太难受了 她妈说都十一二点了 你看这些叔叔阿姨 你一哭怎么办 她妈说 我把手指头给你 你咬着 你咬着我的手指头呢 你越疼 你使劲咬我的手指头 妈妈也疼 我不能给你分担一点吗 这个小女孩懂事 说好 我咬着你的手指头 咬着咬着呢 又睡着了 又到了三点了 到了三点了 这女孩又醒了 说妈 我实在忍不住了 这三点天都黑了 这一屋子人 小声跟妈说 说我这一下 我要再不哭不行了 这时候出现什么呢 整个屋子里的 所有的叔叔阿姨 爷爷奶都在这观察的 所有人没有一个睡的 说孩子你哭就哭吧 大家都很感动 是吧 说你就哭你就放声地哭吧 没见过这么好孩子的人 是吧 这是爹妈教育有方 是吧 五岁的小孩 他懂得 咱们五岁的孩子要哭就哭吧 谁管你放声哭吧 人家爹妈从小把这个孩子调教得好 这个故事很感动 是吧 但是感动之后 我们想想 我们要有个孩子 我们能不能把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 大家看 对父母 咱们这个弟子归类 还有对兄长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幼者后 两个孩子一走 前面遇上大人 进门 大人先走 是吧 见到长辈 我们居个宫 说爷爷好 奶奶好 老师好 等着老师往前走一走 我们再走 是吧 你看最后一个 长者立又无坐 长者坐命乃坐 是吧 爷爷奶奶坐下了 说 大孙子你赶快坐吧 有规矩 是吧 咱们 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见过老辈那个太师椅 是吧 一坐都是正经微坐 是吧 坐在那 现在都是沙发 你看那孩子往上横倒书卧的 是吧 那没规矩 孩子还有好多不好的习惯 大家看这是什么 晃腿 是吧 一坐在那 增增增晃那个腿 其实咱们也有这习惯 是吧 有的时候不好 还有剔开腿 是吧 你看有的时候 你在那个 在那个公园里看到大姑娘 是吧 两个腿一剔有点睡着 我睡着了 哎呀 那不好 不好看 你哪怕睡着 这么着睡着 就那么痒在那 就说明起码不美丽吧 是吧 不美观 还有敲门 你看 这老祖宗都给咱们定下规矩 叫什么 人问谁 对与明 物与我不分明 是吧 进门一定要敲门 这要教孩子 一敲门 一敲门 一敲门里边问 谁呀 我 不对 你是谁呀 我哪知道你是谁呀 谁呀 我是小明啊 爷爷好 奶奶好 这多好 养成好习惯 进门先敲门 人家一问你是谁 我是小明 我是大伟 这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所以说缓慢恭敬人之本 衣服干净人精神 是吧 叉腿晃腿都是坏习惯 进屋一定要敲门 大家知道有个词叫英国绅士 是吧 英国绅士 我在英国念过书 那些个英国的男同志 很讲 讲究这个 是吧 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 嘣嘣嘣嘣嘣 直扔那个炸弹 德国人轰炸伦敦 大家都往防空洞里跑 你也跑 我也跑 一到防空洞门口 什么发生了 男同志都都停下了 是吧 说女同志你们先进去 那炸弹光光炸 也不定哪一下就死了 男同志都站下脚步 女士有心 这叫什么 君子 他就到了生死关头 他有这个好的习惯 所以我给我们学生讲 我们学生很感动 特别那些女孩子 说我们那些男同学 哪有这种教养 是吧 没有 你看 非常好的习惯 大家记得 塔塔尼克号 滨海沉船 是吧 这一个船都要沉了 把小艇放下去 可是这个小艇 这个船上比如说有一千人 这小艇只够五百个人 怎么办呢 女人先上 快上船 上船君夫人 快上 快 孩子先上 大老爷们男同志 没有一个上的 那都死了 对吧 这叫什么 君子 这是礼貌 这是什么 从小养成的 英国神学 所以呢 咱们现在奥运会了 外国人到中国来 咱们能不能给人家体现一点 我们中国的君子呢 是吧 别一上车嗷嗷叫 大嗓门 呼噜呼噜地喊 是吧 这都不是好戏 俗话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规矩和礼貌 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桥梁 对于刚刚走上 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 应该注意 哪些规矩和礼貌呢 大家看 凡出言 信为信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莫相关 这好像听着不太对 但实际上有道理 是吧 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掺悟人家那些事干啥 是吧 这也是一个好的事 所以大家看 底下有一句话 英文叫silence is gold 沉默就是黄金 我爷爷跟我说的几句话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是送别人 这个我说了 还有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你的朋友同事 要是爹妈去世了 你一定送个花圈 这个咱们不懂 小孩不懂 但是我爷爷跟我说了这个以后 后来我在工作中 我有好多警察朋友 比如说刑警队长什么的 大家处得都不错 突然说 说王老师 你看我妈去世了 这个时候咱就懂了 拿200块钱 说王队长 你看我也 这个老母亲我也没去做点什么 老母亲走了 我给200块钱 你给买个花圈 就这么一件事 大家能起到什么效果知道吗 一个是你真心 真心的流露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两个朋友 就是一辈子的生死之脚 是吧 所以大家知道 礼貌是什么 礼貌是牺牲 牺牲自己 礼貌是安静 不是我 是吧 礼貌是整洁 礼貌就是时间 你跟人说好了 十点钟开始 那就是十点钟开始 你别再去耽误事 礼貌就是宽容 别跟人家去争了一点长 一点点 我们呢 都要现在反思一下 这个每年呢 我有研究生毕业 走的时候呢 每年我有五六个孩子 要走上工作岗位 走的时候呢 都是说 老师你看 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就说 我送你三句话 大家看这三句话 这是我在古董市场上 女孩子 大家看过去那钱包 女孩子呀 给男孩子 秀了这么三句话 是吧 这三句话是什么呢 这叫居 处公 这一句叫居处公 这一句叫直视镜 这一句叫与人中 我们把这三句话 大家看啊 与人中 直视镜 居处公 所以每年 我这些学生走 我都说 老师送你三句话 一辈子受益 第一句什么呢 与人中啊 是吧 你到了工作岗位上 对领导要忠诚 是吧 咱们现在说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 忠于祖国 你不忠不孝 那不行 那你干不成大事情 是吧 与人中 第二句话 直视镜 领导让你干个什么事 交给你 有能力没能力不怕 你把这个事干好 你看咱们有好多孩子 现在去招聘 我跟那些老板聊过 一进来以后 说什么毕业啊 研究生毕业 外语怎么样 外语过专业八级 一看这女孩子 长得漂亮啊 脸是脸 个是个 完了 说了一句话 女孩子说 给我多少钱呢 这老板一听这句话 马上这张单子就扔地了 你走吧 是吧 您还没给我干什么事呢 对吧 直视镜 干个什么事 领导说 你给我办个什么事 我跟你办得郁郁帖帖 没本事不要紧 招人 不是看你的学历 这叫直视镜 还有一个局处工 你看看现在那些小男孩 小女孩 你看他能出息 能成大气的 你看看他那个宿舍 是吧 你看咱们公安大学那孩子 那宿舍干干净净 是吧 一尘不染 一个瓜子皮都没有 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不是办大事吗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说 每次孩子走 给他这三句话 是吧 当然我们说这些东西呢 老祖宗的东西 现在呢 也可能不适合了 但是我们学他那个精神 是吧 所以呢 每次我们给孩子 讲完这课以后 说下课吧 你看孩子都不敢走了 哗都站起来了 老师 您先走吧 好 谢谢大家 礼貌 是人们的一种美德 如果人人都礼貌待人 用礼仪规范行为 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 社会就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人们常说 家和万事兴 我们该如何修养性情 勤俭持家 敬请收看下集 谈诸子至家格言 论修身其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